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 我們現在人在新北市 板橋的江子會 現在正下著大雨啊 今天呢 要帶大家去拜一間三觀大帝的廟 曹河宮離捷運站滿近的 大家已經看到曹河宮的牌樓啦 這邊就是曹河宮 曹河宮給我的第一眼感覺是很寬啊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他只有二三樓是亮的 他的一樓呢是全黑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樓 到底是為什麼黑媽媽的 原來這邊喵的一樓是活動中心啊 哇很黑耶 看不太進去 那我們就是先往二樓去吧 我們看在玩樂影片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在他們的二樓 那我發現他們二樓三樓 名義上是不同的廟 二樓是保安宮 三樓才是曹河宮 三觀大帝廟 應該算合在一起啊 欸他們二樓保安宮 我還蠻想他們住得上這個死鳥的小鳥 那二樓的大殿 保安宮供奉的主人就是保生大帝 農邊供奉的官孫帝君 還有文昌帝君 這邊讓人家求這個福蠻妙的 感覺是個人的一個形體 那我覺得這張符可能是跟這尊奎心心君有關 那姿勢很像 普遍公共的是土地公 又有個朗篩 蠻可愛的 我剛剛拜完二樓去三樓 發現三二樓有千公里 所以順序應該是要先從三樓開始拜 那我們現在要上三樓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要拜三樓的三官大帝 這是曹河宮 那我稍微來解釋一下 關於我在拜廟的影片 常常會講到的龍邊虎邊 所以我八天在留言裡面 會有人問龍邊虎邊是什麼意思 以神明的神像為主 神明的左手邊叫龍邊 那神明的右手邊就是虎邊 好 那我們進來三樓 曹河宮 這三樓就是我們今天 最主要來參拜的主神 山關大帝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龍虎邊的姿勢 就可以用得上了 中間這一樓叫做天關 龍邊這一樓叫做地關 虎邊這一樓叫做水關 天地水三關 三樓的龍邊 公公開台聖王 而且是正成公子 這邊還有個財神殿 那裡面就是五路財神 曹河宮有供奉天上聖母 而且你可以很近的看到這兩尊 大尊的千順將軍 不過不知道這邊的聖母 是從哪裡分靈過來的 喔 這邊有神將 哇 超和風 哇 這邊有三款不一樣的護身符 所以我現在要先來跟神明球符啊 我剛剛拿捲 發現他們這裡有這個超大的捲 那我拿一般的這樣 幫各位求到了 總共求了三個 那兩面一面分別是寶生大地 然後還有三貫大地 那這三個呢 都是要給各位的啊 因為剛剛跟寶生大地寶貝的時候 我本來想幫自己求一個 那後來在詢問指示下 寶生大地表示 今天求的全部都要給網友 我自己不能留 喔 我們來過一下 三貫大地的護符 哇 這邊廟裡的師兄 剛好有看我的影片啊 他泡了一杯茶進我喝 太感謝了 太感謝了 喔 這是夜晚點了這樣的潮和宮 好安宮 三貫大地呢 又稱作三界宮 他們協助玉皇上帝 統領三界 地位是非常的崇高喔 三貫大地呢 又分別對應著 一年之中的三個節日 分別的是天貫 對應著上元節 也就是元宵節 地貫大地 對應的是中元節 就是我們剛剛結束的 中元普渡 七月半 那水貫大地呢 對應的就是下元節 而這三個節日呢 也剛好就是 三貫大地的聖誕之日 那我們有一句關於 三貫大地的話是這樣講 天貫赤福 地貫赤罪 水貫解惡 那這個原由怎麼來呢 三貫大地呢 平斷的 世人的福與業 那有德行的人 上元節時 天貫就會赤予你福報 那認清你自己罪行 而改過向善的人 在中元節的時候呢 地貫就會赦免他的罪業 有福報的人呢 在下元節的時候 水貫就會幫你消災解惡 那有關於三貫的信仰呢 其實成型的非常少 早在東漢末年 張道林 張天師 創立五斗米道的時候呢 就已經在用 所謂的三貫手書 在幫信眾治病 那三貫手書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那要怎麼幫病人治病呢 那這邊有一段話 念給大家聽一下 那就是病人呢 要把自己的罪行 寫在一張紙上文書上 然後向神明呢 表示說 我已經承認我自己的罪行 立志要悔改 就是寫一次三份 那一份呢 就是要在山上燒掉 然後一份呢 要埋在地下 那一份呢 就是沉到水裡面 可能就是湖水河水之類的 那分別就是屬於天地水 那關於三貫大地呢 是從河而來 從河而生 有非常多的說法 眾說紛云 那我就稍微幫大家整理了 有三個大類 那第一個說法呢 叫做 天貫地貫水貫 其實就是代表自然之神 由原始天尊化氣而生 那也有一說啊 就是三貫大地呢 分別就是由 三清道主三位至高無障的神明 分別化身而成 然後這個說法呢 其實是我這幾天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到的說法 我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我把它整理出來 我叫做龍女生三子 那這個古早期來呢 有一個人的名字叫做陳子濤 又叫做陳郎 那這個人呢 沒有什麼長處 他就是長得非常帥啊 所以呢 剛好有三個龍王的女兒 都看上了這個陳郎陳子濤 然後呢 也甘心啊 分別跟他成家 哇 想其人之福啊 那也分別生下了三個孩子 那這三個孩子呢 都各有神通啊 那原始天尊看到之後呢 就把他們側封為 天貫地貫水貫 那接下來這個說法呢 又叫做民間說法 就是大家最常耳聞的一個說法 那就是三貫大地呢 分別就是由上古的三位 有著善讓美名的民軍 遙順與分別擔任 邊關 地關 水關 那我這邊啊 有準備一些古代思想家 他們關於善讓這件事情 所發表的一些看法 那荀子這個人其實是蠻嗆的 他甚至還批評過孟子 那荀子對遙順與善讓的這件事情呢 是這樣說的 夫曰遙順善讓 是虛言也 是前者之傳 是漏者之說也 他們叫尋子啊 他最有名的就是性惡論 人性本惡 所以他不相信啊 有人真的會放下自己的權利 那有一本史集呢 叫做祖本紀念 它裡面呢 就描述了一些比較清楚 關於善跟順之間的事情 善呢 他其實想要傳位 給他自己的長子 叫做丹珠 那這個時候的順呢 是在善的麾下 一名全臣 但是呢 心機非常重 除了培養自己的勢力之外呢 他還挑撥 姚跟他的兒子 就是丹珠的關係 所以以致呢 丹珠呢 到邊疆去當諸侯啊 那到時機成熟的時候呢 順就把姚優勁起來 然後呢 不讓他的兒子丹珠回來見他 然後當丹珠知道 順在逼迫姚 要讓位給他的時候呢 非常憤怒 就帶兵要殺回來 那順呢 就跟丹珠呢 在一個叫丹埔的地方大戰 丹珠就是戰敗了 那之後的結果大家就知道 姚的地位就是被順奪走了 那在名義上呢 叫做散讓 那我們把時間呢 稍微再往後拉一點 到了三國時代 魏王曹操 他去世之後呢 他的兒子 曹丕繼位 這個曹丕呢 他就脅迫了漢獻帝 演了一出善讓大戲 那就在曹丕呢 接受善讓成為皇帝之後呢 他說了一句很意味深長的話 順語之事 無知之矣 他們做的這些事情 自然都知道啦 那今天在這個民間說法 關於三觀大帝 集市 聊順與三地 琢磨比較多 最主要呢 是想要提供 另外一方面的說法 我讓大家可以 稍微思考一下 好 今天關於 三觀大帝的事情呢 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那我之後呢 會繼續再收集一些 關於其他神明的一些故事 或簡故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一段落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嗨